傅芬车 你在这干嘛 叶利素 你来这看什么书 你管得着吗 那六虫子 拿拿拿拿 占星少女 你给我 占星学院为故事舞台的女主 与十二位充满魅力的男生 所交织的青春以下的爱情故事 没想到啊 有的人表面上一本正经的 背地里看这种言情小说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学伪 怎么 不想让别人知道 只要你喊一句 尸彻宇宙无敌最帅 我就替你保密 从没有见过如此厚言无耻 学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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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 放心 我嘴巴紧得很 不过你这 十二位充满魅力的男生 你看得过来吗 你懂什么 这代表的是 十二个星座 这跟占星挂钩 并不是什么爱情小说 占 占星是什么 星座占卜呀 既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 也可以帮助你了解别人 还能算你跟别人合不合 那 那不就是算命吗 是概率学和心理学 那就是算命 多谢 送你了 星座配对超准宝典 我可以不要吗 不可以 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 期末礼物 寒假礼物 春节礼物 你一定要看完 要是 你看完想给我回礼的话 送我一块巧克力 写上小卡片 我也不是很介意 我就知道 你就是贪图我的巧克力 我怎么 贪你一块巧克力 没必要 给你五块钱 自己去买 我是白杨祖 记得看我的星座配对啊 果然把五块钱拿走了 无疑性格密码 探寻爱心真谛 美女 你雕牌没宅 需要我帮你拿剪刀剪一下吗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好 谢谢啊 这还得退呢 剪了就麻烦了 您好 坐吧 好 对 这是我的简历 这上面都写着我所有的经历 你的经历介绍写着 做了销售工作有七年 是 老销售了 我还获过金牌呢 而且地区销售也是优秀 还有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能喝酒吧 酒量怎么样 怎么说呢 就啤酒吧 一宿一点点 这 要不 那唱歌你会吧 咱们公司 还需要唱歌呢 对啊 你作为销售的话 你喝完酒不得唱点歌 带动一下氛围啊 更何况你做销售的话 应该挺忙了吧 你还有精力 到我们这边做兼职啊 我 我这不是精力旺盛 闲不住吗 那个唱歌我可以练一练 你的基本状况 我也大概了解了 这样吧 你回去等通知 好吧 好的 好的 那个唱歌有些歌我还是行的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去吧 再见啊 好 去吧 淼淼 淼淼 我和你爸今天晚上都要加班的 所以晚饭你们就自己热着吃吧 我都放到冰箱里了 都弄好的 知道了 知道了 还有 你吃完了帮我把晚洗了啊 别大半夜了我回去还得洗碗 放心吧 妈 我是一个不会管理自己的孩子吗 行了 那就这样吧啊 再见 嗯 拜拜 拜拜 发生农民房歌唱 我要看电视 耶 马 马上 马上 马上啊 马 马上来 来了来了 不是说要晚点回家吗 怎么 原来是你啊 早说嘛 来 人与人之间 就不能有点基本的信任吗 我是这么不自觉的人吗 这电视机背后都是湿的 记得把毛巾亮一下 小测试卷给我看一下 这儿 终究还是逃脱不掉被监督学习的命运 你什么时候开始配对了 哦 没有 这本书是诗彻送给我的 诗彻说她的星座是白羊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儿 诶 这跟她还真挺像的 我来看一下小江同学的天蝎座 这本星座书还挺全 上面还有什么匹配值 这还有那个情侣匹配指数 还 来 去把毛巾亮一下 知道啦 真浪道 这政治考的什么 不会嘛 不会还看这种书 搞明白再说 凭什么你比我大就是我哥哥 那不然呢 我不服 咱俩比一比 谁赢了 谁就当哥哥 你也要当哥哥 不是 我赢了 你就得叫我姐 敢不敢比 行 那要比什么 嗯 哎呀 我也不欺负你 我们就比 三花神怎么样 好 嗯 你是不是玩过这个 嗯 那你怎么玩得那么好 这个游戏不就是点 线面的组合吗 你这道原理就能拼出图形 有 真的 这么 简单 真的 教我吧 哥哥 好的 妹妹